大家好,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红枣蛋糕的做法 首先我们把两根去皮的香蕉先给它捣碎 香蕉捣好后,我们先打入两颗鸡蛋 鸡蛋的重量大约是120克 接着我们再加入60克牛奶 然后用打蛋器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,我们先加入两颗食用小苏打 再加入三颗无铝泡打粉 最后我们再加入200克的低筋面粉 然后用铲子像炒菜一样,把它们上下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后,再加入30克的红枣碎 然后用铲子把它们再次充分翻拌均匀就可以了 面糊调好后,我们先把它倒入铺有贵油脂的蛋糕模具里面 接着我们用铲子先给它摊平整一些 最后我们再撒上一些白芝麻增香 接着我们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 烤4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红枣香蕉蛋糕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快速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